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就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也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赏服务 所以也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施永青早前就有一篇文章都非常之被广传的 就是他公开叫中资机构金融机构 可以批多些的贷款出去承担社会责任 因为中资机构就是国家机器来的 所以他们是要肩负维持社会稳定的任务 然后就出了一个论述 这篇文章有多荒谬呢? 基本上我上一个podcast都已经拆解了 但是在他这篇文章出了之前的一个星期 居然是有一个金管局的高层就share了他另一篇文章给我看 这个高层就是我的朋友 当然就不是说一些普普通通 好像江文慧在马会做的assist manager 这一种的艺高层 他不是说赚3万元至5万元或者8万元最高8万元的月薪这么简单的 他的那个薪金是有上到年报那里的 他是超过600万年薪的 还没计算benefit 还没计算其他东西 只是说实收到600万人工年薪或以上 所以就是一个都挺高的高层 他就share了施永青的文章给我看 当然他是没有任何的comment的 就是这些官僚都是很小心的 他只是share了一篇文章给我看 那我可以得到的message 就是代表他应该是看过那篇文章 否则他不会share给我看 但是他对那篇文章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comment 也都不代表有关当局的任何立场 他只是给到一个讯息 就是他有看到这篇文章 那篇文章是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都是关于Column朝的 在施永青他公开叫证 痴线到叫中资金融机构去承担风险 去肩负社会责任的这篇文章之前 他也有讲到关于金管局的一些操作上面的东西 他对于金管局是有很多的错误期望的 例如他会觉得金管局不可以只是懂得收 不懂得货 那篇文章我觉得也有很多值得和大家谈到的地方 那我们首先就从他篇文章的标题 和大家慢慢微微到来 篇文章就叫做金管局不能阻止银行冒风险 有时说需要推动银行冒风险 就是简单来说他就说了 金管局是不应该只是帮银行顶住一些风险的 你还要推银行出去去死 推银行出去承担多一些的风险的 那我们就拆架一下这篇文章到底讲的是什么 这篇文章一开头的时候就说了 香港的金管局负责制定金融政策 和管理银行金融系统之外 也都是有类似中央银行的作用的 这一句是真正如我之前也说的 就是施永青的文章是有真有趋大的部分 所以这些部分就是属于真的部分 长期以来由于香港的房地产市场都有过热的倾向 所以金管局也是倾向会出手阻止银行 在房地产信贷上冒太大的风险 之后这个不风一转 因此金管局做得最多就是 规限银行做mortgage的承受 以及提醒银行要为贷款者做还款能力的压力测试 久而久之 社会就不以为金管局主要的职责就是阻止银行 对房地产的放贷过多 这种看法是十分片面的 其实为了香港金融系统的稳定 金管局就不能只懂得收不懂得放 金管局除了要提醒银行不要冒更大的风险之外 还要推动银行去冒更多的风险 以免金融市场的信贷收缩太快 影响实体经济的运作 例如美国联储局就有quantitative easing QE 作用就是推动银行放更多的贷款出去 金管局就是要学美国联储局一样 这个就是施永青的文章 这一句或者这一段已经有很多的谋误了 金管局的确的功能是要求银行不要承担太大的风险 它是不可以推银行去承担风险的 神经的 银行是否承担风险 是银行自己作为商业机构 它自己做的一个决定 银行是可以决定它何时要承担多些的风险 还有何时不承担更加大的风险 就是因为银行它都是一个盈利机构 它都是要面对股东 甚至乎很多的银行都是上了市的 它是要为上了市的股东负责的 如果他们承担太大的风险的话 反而是除了金管局会摘烂它之外 它的股东都会摘烂它 这个反而施永清是屁股指挥露袋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现在坐在那个位置 就是有它的既得利益立场 它的既得利益立场就控制了它的思维模式 就令到它对于楼市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偏颇 接着它就说了 所以美国是会放水的 是会印银子的 有质量的质量 这一样东西是香港做不到的 为什么香港做不到的 因为我们在走联系汇率 我们的汇率是要和美国挂勾的 所以根据一个经济理论 叫做interest rate parity 我们的利率大部分时间 都是要和美国在约干程度是看齐的 但是我们已经有少少的差异 因为我们的信贷市场 和美国的信贷市场是不同的 信贷市场都是讲公投的 都是讲中四教科书学的需求供应的交叉 那我们的交叉和别人的交叉不同 我们的那个利率是比美国已经偏低了 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强劲的信贷需求 我们没有那么强劲的信贷活动 我们也有太多的信贷供应在 所以就令到我们的汇率是一致的 就是都是一对七八这样 但是我们的利率是不一致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市场和别人的市场是有不同的 但是要点就是在于金管局是不可以印银子的 原因是因为它一印银子的话 那就是联系汇率要拆了 就是你要令到联系汇率收皮 那你想一下金管局它会不会为了你这帮这样的炒家 我还是要强调多一次 就是现在call loan潮是没有发生在一般的小市民上车本身上的 只要你是一个上车的客人 你是定期有还款的话 银行是不会call loan 因为金管局禁止了这一件事发生 但是他们下了一个字 是不准银行去call小市民的loan 但是现在call的那些loan 就是那些什么大王 什么池袋大王 然后有学校 学校好像没有被call loan 只是先收饭 但是总之都是那一堆的大型投资者 是他们被call loan 那他们被call loan 是因为他们自己过到杠杆 他们是抵死的 因为你赢钱的时候 你不用分给社会的嘛 那到你承担了这么多风险 楼市跌的时候 你就要面对那个代价了 你一定是抵死的 即正如我们输股票 我们也是抵死的 因为我们炒股票就没有说要赢 我不会说我输了股票 然后要联交所出手去救我的股票 我们不会的嘛 所以那帮人是投机炒楼的 跟我们去投机炒加密货币炒股票 炒艺术品炒什么都好 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大家都去炒家 炒家是没必赢的 所以炒家你被call loan的话 是你自己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的抵押品的价值跌了 又或者你根本是有拖数的 没有定时还款给银行 那银行就动你了 那这一样东西是金管局不会救你的 因为金管局一放水的话 就意味着联系汇率是要脱勾的 那正常人都会想到 政府是不会为了你那三四丁油 或者当给你一百多个炒家 就不会为了你那一百多个 拿着几亿几亿货的那些炒家 然后是令到联系汇率脱勾的 对不对 这一样东西是不合理的 好了,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那篇文章有什么东西 好了,接着之后呢 他也解释了 就是因为香港的美式突然间被联储局抽升了 所以房地产也都回落了 那金管局是应该要迅速介入 那又维持市场的正常秩序 最近的情况就是银行一下子就收得太紧 所以就有很多买了楼花的买家都没有得到足够的按揭 这一样东西已经不存在的了 因为在几个月之前已经出了一个新的指引 就是买了楼花的那些人 你是可以用回以前的那个估值的标准 是可以拿到那个按揭的了 那他又将一些毛利拉威的东西拌回来说 所以他的文章有时是有真有趋大了 就是他会将一些真的东西 就拿来为自己的立场去辩护 但是都是那句 那些买家是安全的 现在爆的是那些炒家 炒家和自住的买家 两回事 接着又说几惨啦 辣椒啦 那些东西啦 但是他也是要骂银行 就是说银行在按揭问题上面 一点都不肯通融 也都不肯提供 就令到本来有意入市的用家 就吓到鼓足不前 就导致楼市出现 负面的连锁反应 就是银行越不敢做按揭 楼价就越欠缺这个承托力 楼价越向下调整 银行就不敢做按揭 接着之后这样下去就必然是会通宿的 现在是没有通宿风险的 这一样东西是吹大了的 现在我们的通胀是温和升 所以我们是没有通宿的风险 这一样东西完全是吹大了的 接着之后又吹到很大 这个就是他整篇文章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可以分析的东西 就有很多的 第一就是基本上施永青 都是那句就是屁股指挥奴呆 既得利益指挥了他自己的行为决策模式 也都指挥了他文章写的那个方向 这一样东西都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没有说的就是 其实除了银行之外 一般的地产商 他们还有其他的融资渠道 有其他的融资方法 比如如果你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话 你是可以发债的 你不要觉得现在高息环境的债务没有人认 其实是有人认的 只要你本身持的那些物业质素是够高 你那间公司的底气是够强的话 是有人认的 比如新世界最近都发了一些永续债 可以的是有人会认购的 就是因为去到最后就是看你开什么盘口 开什么offer 你offer多少yield出来 那自然就会有人愿意去帮你做融资的了 比如鸭利洲的海悦也是一个例子 它开到13厘 那13厘就有财团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 愿意去做融资 所以关键就是在于到底你本身那间公司的规模有多大 第一 第二就是你持有什么物业 有没有质素 第三就是你愿意去给多少利息 如果你开到十多厘以上的话 除了银行 是现在在地球上还有一堆的perfect equity 它们是会组成一些基金 愿意去为你提供融资 但是现在那些炒家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就是你说它去到很大 它又没去到上市公司我们想到的房地产那么大 所以有很多常见的融资途径它们用不到的 就是你没办法像新世界那样发永续债 然后叫perfect bank去帮你sell 它们没有那么强的network 那现在爆的就是这些比上不足比下有缘的人 比上它找不到更加好的融资渠道 亦都offer不到更加高的利息 比下就是现在它想在银行身上拿到一个相对便宜一点的融资利率 但是银行就不想给这个融资利率 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市场可以解决的 你愿意给高点利息的话 总有人是愿意借钱给你 但是现在你这帮炒家就是你又不想给高点利息 你拿着D楼又不敢放 放又放不到 接着就在那呼天抢地又是金管局迫害你 银行不放钱去迫害你 很简单的就是你肯给高点利息呢 是一定有房地产的基金愿意去抢的 但是十几厘你自己都算到数的 就是你如果真的高过十几厘的话 年息十几厘的话 你层楼可不可以一年升回二十几厘 又或者租金回报 你去买房或者你去买房 你去炒房这个决定是按居的 那么你去买房 你去买房的就是 根本你现在入市这个选择是按居的 因为市场愿意offer到的利率呢 就是十几厘 但是你的租是一定没有十几厘 所以当你的融资成本是高过你的租金回报 加上潜在的升值回报的话 即是没有升值 是负数的 你根本监不到这个数的情况之下 你去买房或者你去买房 你去炒房这个决定是按居的 那么现在他们是要为他们的按居 去负担那个代价 即是不要说到银行迫害你 你应该有其他的融资途径 你肯给高一点的利率 你是可以赚到融资的 但是只不过是你计算不适合这个数而已 那就不要说到自己很差 即是下笔子 不是啦 是你按居 首先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CRS 留言和分享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是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我们也有一个Youtube 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订阅去问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解答的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会解答你的 那是非常划算的 你问我们100条问题 我们都会解答你100条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mecode 就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同一时间也都放在comment 和caption那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打赏我们 以及也都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那我们也都有一个点唱的环节 就是你只要在payme那里 输入一些你想我们说出去的message 那我们就会透过我们这个平台 就去说出去的了 所以希望大家都善用这个点唱环节的服务 那也都除此之外 我是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是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和一些独特的独家分析 那甚至乎我现在做的奇人谈 是会找不同的嘉宾做访问 那里面也都会再有一些公开 不方便去讲的一些黑幕资讯 都会在patreon那里爆出来 也都有很多的电子书 电子杂志 和很多的精彩内容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绝密的 爆是非的youtube 那希望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的patreon 那最近我就最受欢迎的内容 是讲一下 怎样可以帮现在香港人 是可以透过信用卡财技 套到30万出来 那这一招的财技套到30万之余 有一些税项的财技 是可以一月的税移到五月才交的 那也都有这些的巧妙东西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订阅一下 那我自己也都有一个fortune inside的订阅产品 里面就会多些上市公司股票内幕的分析 那至于90后投资经理阿妍呢 我的节目拍档 他的投资回报也是非常之厉害 近年都很轻易会找到一些两三日前买 之后就会爆炸性回报 几十个percent至一倍的股份 那大家如果对于投资 港股或者美股策略上面是有疑问有兴趣的话 也都可以找一找他 就把握现在这个机会的窗口 那至于联络他的方法 下面就有一张google form 也都有一条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 都会留下这个google form 那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他 了解一下他的那道策略 那这个就你们自己私底下联络 那就无需要去经过我的 那我也都相信 今年是一个最重要的机会窗口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一年的机会窗口 要找多些钱去做好整个人生的 资产投资的财务部署